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签署美乌十年安全协议 希望提供乌克兰长期安全保障 但这个协议并没有向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 美国官员也表示如果川普当选是可以撤回这个协议 那么泽伦斯基在和拜登的联合记者会上 把这个决定交给选民 他说只要选民支持政府就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这次G7峰会有一个焦点 就是在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 泽伦斯基没有直接针对这个问题做回应 他只表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说过 不会提供俄罗斯武器 那么他也只能拭目以待 尽管拜登希望媒体聚焦在峰会本身 但在他儿子杭特拜登非法持枪被判有罪之后 这是美国媒体第一次有机会当面问拜登 会不会为杭特特赦或者是减刑 记者是在联合记者会结束的时候 才有机会追问拜登减刑的可能 G7领袖也同意 释出被冻结的500亿美元俄罗斯国有资产 让乌克兰购买武器以及重建 那么今天记者会可以感受到 泽伦斯基的兴奋 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 乌克兰一直希望能够获得战机 加强空中优势 那么现在乌克兰不是只会得到几架战机 而是几个中队的战机 TVBS新闻家辉美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